南回改通车之后虽然让东西往返更加便利迅速 但是却让南回改附近的安索部落出现了交通噪音困扰 经过很多次澄清公路总局将在沿线部落设置隔音墙 希望可以减缓噪音的问题 车子呼啸过传出阵阵声响 南回改安索高架桥通车之后 缩短台湾东西往返的行车时间 却让沿线部落承受噪音困扰 经过居民多次澄清 公路总局将在沿线部落新建隔音墙设施 安索部落以前没有交通噪音困扰 但自从南回改通车后 让原本安静的生活环境品质大受噪音冲击 隔音墙最主要是要隔绝车辆 行军高架时候所产生噪音对在地居民 对整个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尽量把噪音让它降低 达到在地居民生活的一些需求 隔音墙工程共花费560万 目前完成率已达5成 施作长度大约200公尺 预计年底前完工 希望有效改善噪音问题 这讲解达人相报道